新一輪的馬貴又來了 只是看YouTube的免費內容 哪裏夠好家 立刻加入我們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Michael在群組裡 會和大家有一個賽前的直播分析 每次meeting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沙圈動態即時跟進 還會在群組裡 和大家分析他的跟進碼 在群組裡 Michael還會和大家解答所有的問題 還等什麼 立刻加入我們沈國城賽馬汽車工作室的付費群組 我們在群組裡等大家 早上各位油管和YouTube的新舊網友 今天已經是2023年12月18日 星期一非常好意頭的一個數目 希望大家都實意實發 在未去我今天的賽後包交的內容之前 麻煩大家都是持能線 還有千萬不要小看我的彩蛋 因為我是用心 用誠意 報答大家 訂閱我這個頻道的一個舉動 現在好像我剛才剛開始錄這個節目之前 我看到十萬零六百 總之每見到一個整數 下一個就是一萬一千 即是 我又會再給第二隻 我比較喜歡的 有心水有賠率的冷碼 給大家玩一下 好嗎? 這不是一個必衷 但是我希望報答給大家的一個心意 那昨天十場馬呢 就當然都 觀感就依然是難看的了 由一開始第一場開始呢 就已經是難看的了 那就說 大賊那隻 東風一號 開頭就不是大延門 越賣越賣 最終當然是賣到大延門了 但是全程你看他騎的馬 都入直路 按住 以為自己好像一隻馬王那樣的方式 跑 那奇怪 為什麼還按住呢 去到最後二百還按住呢 接著 撩了一邊 就那個終點回來 那現在健康少了 例牌的了 都會炸彈彈 問一下他 高高舉起 輕輕就放下 那就都是說那句 哦 因為聶馬師跟我說了 就千萬不要打鞭 那隻馬打鞭就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他就直接鞭都不打 那可能或者潘頓不是太喜歡 聽別人的指揮了已經 就是你叫我這樣做 哦 我做到盡點 你說不打 我直接不打 相信這個可能都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有時候我都希望 就不要什麼錯事都怪在潘頓身上 這個是性格 決定命運 都拍明驅 那竟然呢 就天氣一涼爽回之後呢 就脫胎換骨 就變成另一隻馬 那這些是抵人贏的 啊 長長都在之前 是輸 十個馬位 六個馬位 然後一轉來千四 就立即贏 那這隻馬千四都 佛善觸塵的 那有時候這些馬房 知道馬提恩 變好的 那這些錢低人賺 那這場馬有什麼馬值得大家 繼續留意 我相信 摘聲光輝呢 可以留意 有那麼多 行圈的時候的活力 各方面 好 去到第二場 那這隻保麗生輝 只有怪自己呢 就那個 懶惰 那其實原來呢 他之前有幾課泥襲呢 都做得 相當好 只不過呢 好了 那因為田太鄉 一向主力他 走去騎了這隻右派頭 那 放下了這隻保安 保麗生輝 那自己大義 那這些 不要再說 那但是我這場馬都喜歡的 精益大師的 我將他擺在做冷門 那而我亦都 在Youtube的節目都說了 我說 晉王星 雖然拾不當 只要這個王志雲 其實憑著這 十磅 可以將這隻馬 走出來貼了 那這隻馬 絕對是 最佳冷門 我當日 即場我也是這樣寫 那只可惜呢 真的我對這個騎士 沒有什麼信心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但我真的沒有什麼信心 我對著人沒有信心 對這隻馬 絕對有信心 那那幾隻馬 當然跑得非常失準 那一定就是 有型有福啊 快錢啊 日日獎啊這些 啊 很失望 那第三場呢 就 詹士德 那我上一次千二 其實我即場 覺得這隻馬很好 我貼了它 那回來一千呢 這場馬 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了 那我也很希望這場 我有回它 而在我YouTube頻道裡 介紹到給大家 那就可以呢 中一個滿堂紅 那我都有在YouTube裡說 如果你不信 那 毛顯東這隻馬 排了盲滿的 二檔 那你可以用回年年性來做 但Anyway 都是不進 中城寶寶寶也都幫不到 上去 整個位置 那麼 失手 不好意思啊 手機 標霸 那這隻馬 排著它一檔都可以追得這麼好 以蠻閘來講呢 非常之不錯啊 有馬要留意的 當然應該一定就是這一隻 鑿先生 他们很有耐性的 很有耐性的 何言 不需要急 这只马可能等回 报名出来落了一帮重磅 回来一千 这只马有机会的 但是他有个毛病 还是缩耳朵 在马过的时候缩耳朵 我们都说了 因人而热的万事快 总之五倍输了 那是大宜门来的 最终忠诚宝宝都变大宜门 但是他次宜门五倍 大家以后选择密道朗的马都要小心 好 去到第四场 这只封城多场 出之在高帕失马房 转出来 也都转了草地千八 出之赢了 那是黎超声的功夫 要英记一功 那满作归来 也都再表现他真的 应有的水准 容天鹏和梁家俊这个配搭 也都今季都成绩不错 那小弟就依然用这只九号钻石福杖 就做胆 一来因为昨天是六卦福 珠宝菜 这个钻石福杖 马朱当然也是和珠宝行业有关 那我们当然一定要应景继续 我们上次因为谷草的第三位置 我们都种 我们不是追保命 我当然继续捉住他 那就竟然有六十九块位置 那我们很多谷友呢 都种回条位置Q的 那二九位置Q呢 都有二百十二元 交代有余了 那何绵灵的演出 也都算是这样 马朱都是 头段很难逼得他 可以跟得近些 而直路呢 爆上来呢 都是一步一步追 就不是那种很聪明的那种 那可能希望马朱继续进步 或者我不会说 喂跑长一点二千好不好 未必一定 希望马朱可以再体能 和护力再好一些 那这只马应该都会有机会 在五班交代 第五 船风飞影 我自己YouTube上 也都看漏了这只眼 那我就只不过是说 潘顿跑泥地 就不好了 竟然昨天两只泥地 半冷赢了 那恭喜你啊 潘顿啊 出资都会赢一下泥地 还要赢到那些半冷门 那但是这只马 那我一向都跟开的 那如果这场马不是潘顿骑 我倘然都买了 那其实已经今季 一直 由这个 十月开始 都没得出抢金 很准的一只马 其实根本 那龙之心也都是啦 转跑这个泥地 那也都一鸣鸣鸣啊 就拿了一条Q 其实这场马 我的胆是爆热 那不失礼啊 就是十四倍的马 有四十元 那我们昨天都很多公优 就再买这只马 这只马 独赢那样玩 就已经够了 八生八战 又转了来 这个徐玉石 都还是没什么特别的 大进步 这场马 有什么马 要留意啊 天行健啊 跑得很曖昧啊 最终排十档 就跑第六 输两个多马位 当日赔率 有落过票的 后来回上38 天行健 不是泥地主义 翻翻草地 好了 第六场 这只年年欢呼 是一只班底 很高的马 回来了 准备跑这个 可能是挑战一些大赛的 谁不知就进度不理想啦 那搞来搞去搞来搞去 从短途上长途 长途翻到短途 再翻回现在 试到准了 千四 直之 凭着田泰安 跑得 都是相当靓的一场 赢回交代了 也都为这个 五盘子 继续 连胜记录 不断地 创上去这个高峰 最终他的连胜记录 是破了 香港赛马会 自这个职业赛马以来的 第二的连续 十三场的 赢马记录 头位 原来是 吴志林先生 我们的华籍的 联马斯 都有一手 安泰潘顿这个十四档 当然也都是 沿用回 金枪六十合合法 出之得 董明朗的得意性 我在 星期二晚 的 YouTube直播 会有两条片段 介绍 董明朗 为什么可以赢马一条龙 输马一条虫 大家留意了 有什么马要跟进 有马跟进的 沙藏金刚 可以留意 菊草 我会介绍 菊草千二 或者 1650 第七场 言射无敌 如果大家 其实 因为 在赛后 大家将那个注意力 放在 潘顿 哇 validate validate 报民所说 哇 这只马很厉害 将来一定是一只 上去吸制的马 大哥 你叫我怎么信 57秒08 当日的第三场 第四班的时间 都比你们 头那三名的马 马会 当你去到 有这样的情况 高班马 做不到四班马 其实 根本都要言讯 你不是说 在第三场之后 下了雨 这种 令到场地有变化 这样的时间 就会不同 二班马 做不到四班的时间 一点言讯都没有 这场马 结出 案子 尤其 落飞 落得很厉害 很可惜 就 被田泰安 在中间 顶住了 摩连路阵 就不能够得逞了 第四名 都是密道朗的 第五名 蔡明啸 输两个多马位 英雄浩杰 这只马直路 都是非常好的马来的 要慢慢留意 英雄浩杰 何时配上报文 好了 我们昨天呢 三场马 我们主力的重点 就是这三场 八九十 那这二十二 是重的了 基本上 小神仙 也是 到尾 下飞 下飞 下飞格 很厉害啊 开飞的时候 差不多二十倍 最终 飞格 八点七 全线 全部连赢 位置 飞格 那林祥因为 换了人的帐盒 换了希威森 就被他顶住了 在这个第三 如果不是我相信呢 这场马都好机会 好大机会 二十二十三 就串到这个 单T 那这场马我们当然重了 那但是就 都不肥了 一个81元 但是重 当然好过输了 我们现在 这只第八场 我可以告诉大家 TOPFIT 在神速TOPFIT的马 唯美主义 这只又跟 明天的赞助商有关系 也都 我们有两场马 跟了它呢 我们就看它这两场马 为什么 我们选这只 智盛龙 桃花多 现在就是粉红色衣服 就进出来了 智盛龙就拉到外面 你看 九叠转弯 立立受司 你已经看到了 刚刚的码头开始了 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 上下来了 见不见了 那三目就续目年代 最后的时候 很适合的 你看到很适合的 蔡明少 那个左手 就像打呼应那样 冲到回来 就跑第八 输两个半身位 当日时间就不快的 二十一倍 好了 再出 那当然啦 换回啊 何制腰跑 那就是十一月二十六号 黄星母有顶包龙星的 这里抽出来的时候呢 就害时出世了 梁家俊呢 就刚刚骑着那只领航羽 就撞回它进去 撞了三四次的 出一跌没够 两跌没够 好了 这里才再 诶 好了 确定了前面有位了 冲冲冲冲 冲上来 冲四个马位 那我再看 要离开那阵马 再跟上来 这里才再冲上去 那你会见到 其实在直路上 如果你说在那里已经有位 它不是要花点时间 这样撞撞撞撞撞 撞出左边呢 其实它一定可以向前冲的 那你最终回来 输给英俊飞区都在说四个马位 那这场正正式式 是Apple to Apple 因为这场真是怕前冲 这么巧 还比它一档 那这次应该这么好条件 要错的机会可能会少很多了 希望哈 那为美主义不用说了 就是Top 3 真的fit到 哇 手都振了 在神出了问题 潘顿去不去 那我当然 定回住它 好了 去到第九场呢 那我自己喜欢的纳码就是狗狗为尊 那也都是 全线飞格 落到由30倍 变15倍 那这些码再出 要不要跟 我相信要 少少 慢慢研究一下 其实昨天 大卫希斯都有几只码 都是 就是不为人之 砰 一声就爆了出来的 大家就小心了 竟速威龙 戴回海外赢马的眼罩 那我当然这只都是马胆 那一定美丽呢 我就将它摆埋了 真是好可惜 其实这只马连续两场都已经是 第二第三 今次再进回Q 那我另一只胆 就是华之里 我双胆的 这场是四六双胆 就拖这个 狗狗为尊 那也都有 这个鹿顶记 也都有 法财大师 那好可惜 万集出来 就是 就没了 那但是回来都是 四个两马位 这些马再出都可以再跟 那只中复到Q 那四连环那些就 三重彩都中不了 那我唯一 为何我会跟这只 勁速威龙呢 因为呢 他最终呢 就用它在海外赢瓦的 戴眼罩这个配备 之前两场没用 今次戴回 我相信会见回真军 好了 第十场这只 陆续无限 也都奠定了 五鹏志 就年胜13日记录 一个马会 华籍 列马斯的一个 五十年 都没有人破到的一个记录 华籍列马斯 那七十一其实是最高的 那只不过 我当然是想拼下去 就是环遇风采那里 那有一百五十万 特别抢金 那可惜就拿不到 那其实我四只马都有了 七十一 三二 那我当天呢 就给了第九第十场 作为重点 那也都希望我们谷友呢 可以将他们自己的马呢 交到进去呢 就种一条马帝 那出之二个谷友呢 是种了 那就种了一元 由三十七万派出的马帝呢 就收了三万七千多元 恭喜他啊 那这场马要什么马 值得注意呢 那可能也都要注意一下 加州王者 非凡之星 是跑得好差 王志宏真是 出习出不了 放就放不出 入到直路跟马拉友 拉出去又拉得迟 这些马 换任何人这只马 绝对可以跑入前四 甚至乎挑战 这只气势 入乔 绝对不出奇 一只 这么冷的四十二倍马 这样浪败了 输死个马位 是 好啦 那第十场呢 那当然也是我明天我很喜欢的第十场来的 即是告诉大家听 其实第八、第十场我是很喜欢的 第八、第十啊 好啦 还与风彩 明天是有150万特别奖金 那上一次怎样跑 我们尽管看看 那次眼前一亮的 入到直路都还是威势的 上次都是排八档 今次九档 他一出来已经是 带在前面了 是标志银河冲上来啦 那你看看 尼尾啦 陆续无限上去赢 那只未来第一 哇 这么厉害的 有一条直路铲上来 滑过 好像走过那样 那这些就算是排八档 都要选住他的 那他升了上来的榜 这么轻 上次比这么重的榜 都做这么快时间 不需要担心他了 我觉得 那气势 那升上来的 这些 都要给面 蔡依寒这些 因为马主显下 那可能这些还有虚分 二三十分还在手的 那可能也跑不出气 那但是家应掌声 为什么我提都不提 说都不说 首先这些新马初出 还要新马插三班 不要说初出 你跑着赢着 在新马插三班 我都不选 何况你新马 赢了两场 今次初出 还要插三班 输了九成九 明天 大二本不稳马 第一只首选 家应掌声 那今天呢 就这个赛后包交 都叫做交代了 那留意我星期二的YouTube直播 会看到忽龙忽虫的董明朗 那大家到时留意了 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你的收听和收睇 1834633 记得娱乐投注 和支持本地消费 多谢 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跟进码 在群组里面 Michael还会和大家解答所有的问题 还等什么 立刻加入我们沈国成赛马汽车工作室的付费群组 我们在群组里面等大家